柏晴老師好 你好 又見面了 有 上次是我們學會的這個基礎動作 律動的部分 唉呦 有回去練習嗎 有 有複習一下 那今天我們要練什麼 我們接下來要教的這個動作叫做 排腿 可能是來自於少林寺的掃堂腿 掃堂腿 你有沒有一個想法 掃堂腿 掃堂腿其實不了解 你不了解 來喔 我們看一下 有有有有有 記得這個 有有有有 來 試看看 來 不要打結喔 對 一二掃 對啊 很好很好很好 對 很好 對 就是這個 那我們第一個動作最基本 我們今天就是也是只有學這個 叫做六步 六步 六步 好 學起來 把腳打開跟你的肩膀 通寬 差不多 可以寬一點沒關係 好 然後我們下來的時候有沒有 我們要雙腳大腿要夾緊 往內 夾緊 對 然後我們用腳尖點著地 左手 撐在這邊 好 你的右腳掃過來 右手撐地板 再看一次 右腳掃過來 這是一 二的時候 一次右腳一次就是左腳 好 修 交換 對 然後 二 三 打開 就是三囉 四 好 四的時候往前走 然後你的左腳 換 剛剛是右腳 現在就是左腳 四 對 很好 五 就是右腳 五 夾進來 很好 最後 左腳收回來 六 我可以看就是順著的嗎 好 沒問題 好 我們剛剛就是直接蹲下 對不對 蹲下 對 好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這樣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哇 你好會跳舞喔 我跳了三十年嘛 好厲害 三十年嘛 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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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很常看到這個動作 對 對 對 六 step 就是這個很簡單 好 看起來真的也很簡單 但是就是需要一點穩定 時間 你去試試看 很簡單的 要習慣這個動作 對 左手放 對 Nice GO 一 很好 二 Hi Yes 三 Nice 四 Yeah 五 往前 五 嗨 嗨 Yeah 嗨 六 9 這就是6 step 好 你以為這樣就結束了嗎 當然還沒 我學會啦 當然還沒 你看 這個是我們一個過程當中的一個 排腿嘛對不對 但是你喜歡看breaking 其實最重要的是 常常看到一些很精彩的動作 或者是freeze 對 停住的動作 我們就來教你 你六步排完之後 你的右手應該是不是 右撇子 比較有力對不對 對 好 那你看喔 排完之後 你回到這個動作之後 我們就要 兩手往前 撐住 然後你的右手 對不對 你的右手要稍微有一點 往這樣子轉 對這樣子 撐住 對不對 然後你的腰在這邊 對 這一個 會彎下來 撐到這個地方 撐到你的腰 對 然後 頭碰地板 對 nice 好 你起來看一下 碰地板 然後 腳放上去 freeze 對 哈哈 對 就是我們今天 就是要把這個動作學會 左手要 反過來這樣子 這個有點反過來 撐住 頭碰地 對 用頭要撐地 哇 會的 鳳天 我freeze了 天才 天才舞者 你這個沒有自己偷偷練習過 沒有 OK 我很懷疑 那我覺得因為你剛剛那個freeze 其實我真的有點嚇到 你直接就可以定在那邊撐住 那我覺得我要把這個freeze的難度 稍微再提高一點 好 它也有一個很好玩的名字 叫什麼 我們叫做 ice cream ice cream freeze變成 ice cream 升級變成ice cream 冰片 加十塊錢 我做一次給你看 但是我覺得你馬上也就可以去試著做 而且這個動作就是 它需要調整一下你的力量 加一點力量 然後調整一下重心 freeze之後 撐住 然後腰出力往上提 捲起來 可以 來 好 撐住 好 再來試 捲起來 對 就是這個 來 對 撐住 然後捲起來 對 就是對 撐住 就是這樣 把手 好 好難 臉都紅了 臉都紅了 真的 有沒有覺得那個核心的力量 有 往上提 有點像每天要做一些push up 一樣的那種 就把力量再往上推 但 先不要 OK freeze 再試一次 再試一次 好難道 來 freeze freeze 我做到了 你做到了 你做到了 我這邊要說我真的很佩服風田 真的嗎 你的毅力非常好 我們期待他下禮拜整套好不好 下次下次 沒問題沒問題 整套 太棒了太棒了太棒了 我真的身為老師很開心 真的 謝謝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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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謝謝